在上一节当中我们说到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 是因为信息存储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变革 信息快速传播会对各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知识更新 或者是一项技术更新流程来做一个分析 在紫媒时代 当一项研究成果被发表之后 它需要经过漫长的传播时间 才可能达到一个感兴趣的研究者手中 它读到这篇文章之后 可能会在此技术上开展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性研究 它取得一定进展 然后革新了潜性的方法 当它的成果发表之后 又需要经过同样的传播过程 才能到了下一个研究者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项技术更新的过程当中 传播需要发挥大量的时间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 由于网络传播不再有延迟 感兴趣研究者可以立即获得最新发表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 所以这样就省去了知识传播的时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知识或者技术更新 它周期会越来越短 相应的 单位时间内产生的知识量 就迅速增加了 我们可以预见 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东西 也会越来越多了 2010年Science杂志发表研究结果称 人类社会信息量 每18个月会增加一倍 另一方面 由于知识更新的加快 知识半学期也越来越短 以前一项技术可能需要三五年 才会获得改进或者革新 现在可能在一年之后 别人就会有更好的技术去发表出来 我们今天使用手机 去年主流配置都是四核 而今年基本上都是八核了 几十年前 如果我们学到大学毕业 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仍然是很有支持的 可是在当今的社会 只要我们三五年不学习 一定就会out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社会 怎么样才能不out呢 我们必须要有终身学习 和持续学习理念 当然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学习速度的提升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而知识增加是无限的 所谓生命有亚 血海无亚 我每个人随着岁月流逝 年龄增长 学习时间和精力 并不永远增加的 由于社会责任增加 承担事物增多 我们学习时间可能是下降的 那如何以有限的生命 面对知识的海量增长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 我每个人学习的平均年限 在不断增加